这个男人有多惨 只因有一张大众脸 就被动画公司无限克隆 喉莫一眼就认出他 镇上的快递员 修车工医生他全扮演过 西普森一家正准备去露营 巴特和丽莎因为一些小事在争吵 突然画面中断 恐怖分子劫持了电视信号 威胁动画公司拿出2000万 不然就放一些毁灭性的片段 比如莱尼从来就没存在过 都是卡尔幻想出来的 接着他又幻想出一个新朋友 巴特穿越到20年前的西普森 告知家人很多未来的事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西普森是一部预言动画 班长马丁放学回家 每天都被校罢欺负 回到家他放下伪装 原来马丁已经36岁 是警方安插在学校的卧底 马丁已经陷得太深 幸好他还有个完整的家 教授被困在火星 在基地建了一座花园 还克隆出很多个自己 没想到克隆体竟背叛自己 坐着火箭独自逃生 漫画店老板每天神圣叨叨 到医院检查时 才发现他是个白痴 恐怖分子在清热时 不小心扯掉了面具 全世界都看到两人的脸 门外警察在猛烈地敲门 恐怖分子放出更惊爆的片段 原来拉尔夫不是警长的儿子 而是他手下的 大姨并不是马基的姐姐 而是他的妈妈 这是年轻时犯下的罪过 马基想知道爸爸是谁 红获意外带出辐射棒 竟丢进了肌肉猛男的饮料里 对方喝下后 瞬间变成一个小老头 更可怕的是 辛普森一家的所有故事 都是喉莫的梦 这时警察破门而入 他们不仅有辛普森一家的精密视频 还有整个动漫圈的把柄 警察看到他们不是虚张声势 便放走了两人 这个男人化身恶魔 卖的酒竟是迷魂汤 喝下后让人浴火难耐 我女人很乖的 放开她 听着有空就call我 我有车 天哪 你真是一个半类霸子 也要三七七 我只是在做我自己而已 丽莎一岁就会说话 成为爸妈心中的天才闺女 即便巴特两岁就会画画 也无法得到关注 长大后丽莎依然是个学伴 而巴特就成了该溜子 七岁生日时 她扯坏了蓝裙子 从此便穿着小粉裙 小麦一直无法入睡 直到用了上瘾牌奶嘴 就再也娶不下来了 十四岁那年 丽莎意外发现一个秘密 父母遇到了婚姻危机 老爸酗酒成性 导致妈妈每天一泪洗面 她幻想着上了大学就能好转 但还是放不下心爱的家人 老模子装了一只 这能让她更好的工作 妈妈要你离开 侯莫决定戒酒 找到大善人弗兰德帮忙 在上帝的指引下 她终于看清酒精的真面目 丽莎成功化解危机 让父母重归于好 同时她也顺利被哈佛录取 还在校门口遇见克隆人 也许这就是她的宿命 马基想帮女儿收拾行李 天台少女岂会被这点小事难倒 宿舍迎来第一位摄友 对方竟会八国语言 哇靠 比快一通还厉害 请问你是念什么科系的 电机系加医学系 我双修 根本就是超级学霸嘛 我舒惨哦 你看起来蛮土的耶 家里跟田的吗 丽莎出来找到就碰壁 而风流替等了巴特 一转眼就泡到美女大学生 丽莎松走了家人 独自回到宿舍 她遇到同样被人排挤的摄友 班上有一个男生很讨厌我 他每次看到我就会说 来互相伤害啊 哈哈 他喜欢你吧 两人一见如故 竟还有相同的爱好 从此丽莎收获了第一个闺蜜 后来才知道对方会特异功能 那个我的专长是用喵心人的语言被唐诗三百首 娘呜 俗话说 路遥知马力 日久变文青 就这样 我展开了多彩多姿的大学生活 丽莎加入了歌舞社团 在自助餐厅跟老爸狂漏龙虾 和霍金遨游天际 这个男人化身终结者 下一秒 却被铁甲战神爆锤 甚至把他吃到肚子里 拉成一尊奖杯 巴特将自行车改造的贼拉炫库 街坊邻居羡慕不已 小混混嘲笑巴特太幼稚 现在都流行越野变速车 不服输的巴特追得上去 爬坡时 大家切换成一档 巴特使出吃奶的精也跟不上 他也想要一辆十级变速车 可爸妈却不同意 巴特想到办法 知道一场交通意外 接着修起了演技 没想到 医生刚开走就撞死了丽莎的猫 到了喜提新车的环节 老板要收安装费 猴莫却不想花这钱 不管巴特如何劝阻 他还是一意孤行 第二天巴特骑着崭新的自行车 跟小混混一较高下 还露出屁股嘲讽他们 没想到 车子骑到半路开始散架 猴莫很担心儿子的伤势 还带来自制的弹簧及旧箱 下一秒却不幸中招 巴特在家看机器人大赛 人家的老爸精灵手巧 自己的老爸却是个蠢蛋 猴莫也看出儿子的失望 马基带着丽莎到宠物店 在多轮惊挑细选后 丽莎看中一只可爱的小猫 猴莫窝在车库里几天几夜 终于制造出一台机器人 看来自己真的一事无成 他突然想起父亲的教导 做不成机器人就成为机器人 巴特醒来时 看到这个大家伙兴奋至极 并拿出一瓦啤酒做测试 猴莫看到亲爱的啤酒撒了一地 立即趴在地上吸 丽莎高兴地给小猫准备猫粮 可刚才还好好的 出来时小猫就淹死在鱼缸里 这已经是一只内死的第三只猫了 在机器人大赛上 巴特给他取名为酋长 双方打得异常激烈 突然敌方发起攻击 都快把猴莫的胳膊给锯断 他忍着剧痛 一把抓住机械臂 把手按到对方身上 猴莫迎下大赛的首胜 丽莎再次看中一只小白猫 并为他哭了一首曲子 吓得小猫直接跳下楼 后院又多了一具尸体 晚饭时 猴莫虽然遍体鳞伤 但看到儿子高兴就无怨无悔 第二场对战是少女杀手 一记组合拳打得猴莫无法招架 他直接过去砸碎了对方的遥控器 接着迎战机械战警 猴莫差点中枪身亡 他一把躲过手枪 将对方打成马蜂窝 巴特真希望老爸能看到 球长的精彩表现 下周他们将进入决赛 迎战铁甲战神 这是教授发明的杀戮机器 他甚至投入到军方的实战中 猴莫被吓得差点尿裤子 回到家 他准备把真相告诉儿子 这时小爸们来到家中 想一堵球长的风采 看着孩子们期待的眼神 猴莫再次隐瞒了真相 他希望有一天自己死了 大家能照顾好儿子 丽莎伤心欲绝 一道上帝般的人影出现 再定睛一看是流浪婆婆 他送给丽莎一只流浪猫 没想到 这猫只会给别人带来灾祸 自己总能化险为夷 赛前 巴特发现敌人的弱点 转眼间 教授已经加固好 决战正式开始 猴莫挥舞着战锤 打到对方身上如同挠痒 两人实力相差悬殊 猴莫被重重的摔到一旁 当巴特打开铁皮时 才发现是自己的老爸 他觉得无比自豪 原来老爸 默默为自己付出这么多 中场休息结束 猴莫又被拽了出去 眼看猴莫就要命丧当场 机器人没有杀了猴莫 原来是教授对他设定的程序 机器人永远只能服务于人类 他知道 我喜欢我的马尼